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二輪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 周讀微學委課程對提升香港青年競爭力力大於斃 對賽雙方為正方保倫局百周年李小中紀念中學 以及反方九龍堂學校中學部 先介紹雙方辯源 正方主辯羅洛謙 第一副辯余曉晴 第二副辯中麗營 以及結辯榮雅琳 反方主辯李欣宇 第一副辯周俊迪 第二副辯王詠妍 又結辯張佳余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判或今場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 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林可兒小姐 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長陳彥恆小姐 以及沙基灣高納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李成章先生 本場比賽分主辯 台上發問 一步、二步 台下發問 結辯總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為4、3、3、4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 將會有一丁提示 丁 是否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我們現在先請正方主辯發言 你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你在鏡頭點頭示意 不好意思 主席,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不是我們反方需要用一個breakout room 可不可以開一開那個 反方breakout room 謝謝你 不好意思 誒 不是進去了嗎 大家已經 哦進去了 好吧 謝謝你 你們能不能進去現在 是不是 是否四位便員已經在那裡 我們全部進去了 謝謝 謝謝 好 先請正方主辯發言 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你去鏡頭點頭示意 是米 主席,評判在在各位,大家好 究竟微學位是甚麼呢 究竟我們這些香港青年 為何需要微學位呢 今天我們要多謝賽會 如果不是我們都不會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 為了解更多 用來打電話去訪問全港最大型微學位學校 課啟學院 他們主要提供創科課程 目前有200多位學生 而報名熱烈 就算我現在想讀 都要等到明年4月 微學位在外國已經有近10年歷史 微學位源於美國矽谷 2011年 月德石田成為第一間提供微學位線上教育網站 之後 Coursera等都相繼加入市場 和香港不同 國際微學位課程相當多元化 包括市場學 人力資源 金融等等 一般有兩大特點 第一 傳統大學課程叫讀幾年才畢業 微學位只需收到700至800個小時 一年內可以完成 第二 傳統大學課程著重理論 對於一些轉變迅速的學科 例如創科 隨時幾年後畢業 已經和市場接不到鬼 相反 微學位著重市場應用 多數招聘業內人士做講師 現在全球已經有7000萬人收讀微學位 這個數字反映什麼 反映全球最少有7000萬人 認同收讀微學位 對提升個人競爭力很有作用 但對於香港青年來說 那就要問四個問題了 收讀微學位可不可以令香港青年 第一 滿足老闆需要 進而升職加薪 第二 滿足各行業發展需要 進而穩功和跳槽 第三 滿足時代需要 進而找機遇 第四 和別人競爭時 況下優勢 最落後 我們認為都可以做到 先講滿足老闆的需要 以科系學院為例 他們四成學員 都因為老闆不滿意自己 不夠競爭力 希望透過微學位增值 事實上 但凡老闆都希望員工可以做到貼、專、快 即是夠貼士、夠專業 進步要夠快 然後微學位正好做到這一點 第二 滿足各行業的發展需要 活網絡年代 無論做哪一行都急需轉型 就算不搞壯科 做多幾年升職了 就需要新技能 例如何管理 所以想跳槽轉跑道 就更需要進修 這些時候就需要微學位 第三 滿足時代需要 上面出台的粵港路大灣區發展規劃方要 還是今年特區政府施政報告 錯誤都將會成為香港未來經濟的火車頭 可惜我們本國中學、大學都沒有必收STEM 想掌握錯誤的新機遇 就要收到微學位自我增值 最後要在全球競爭中勝出 必須對別人強 既然錯誤是世界的潮流 就要及微學位以免落後 不過微學位是否有利無弊呢 也不是 我方明白可能出現時間短難吸收的問題 不能夠擔保水準 但我方相信都可以透過加強規管去處理 各位 在二十一世紀網絡年代 各韓國業增長轉型 老闆都想員工終身學習 時事進步 青年是未來社會的動量 微學位可以令他們強者越強、弱者越強 去配合未來發展的趨勢 最後大到提升個人競爭力 我們見到時代的趨勢 微學位正正是提供了創科的知識 滿足到大環境的需要 不收到微學位就會令香港的知識 被淘汰 有方是否想落得如此的 如斯田地呢 多謝各位 壓現時間為四分零九秒 接著是反方處辯 你有四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先向鏡頭頂頭示辯 可以 主席評判 各位大家好 聽完有方同學四分鐘的演詞 不難發現他們犯下以下兩大錯誤 第一 論正操縮 有方同學說 修讀微學位 課程可以更加集中培訓青年 所以對於提升競爭力 力大於弊 但有方同學沒有解釋過 當中的細節是如何實行 到底開設哪些學科的範疇 由哪間院校開辦 如何去評價和執行 甚至整個課程是屬於什麼 知力架構 認受性足不足夠 海外課程又認不認證等的具體細節 有方同學都沒有論正過 反問有方 只有理念而沒有細節的課程 如何提升競爭力呢? 第二 混淆視聽 有方同學說 收讀微學位課程 是又快捷又方便 又快捷又方便 時間又短 所以 現時其實都有不同的機構 開設了這些學科 例如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和青年會專業書院 想問有科 無論課程收讀時間 現在都已經有 有方的微學位課程 還有什麼額外的理處呢? 因此我方立場很清晰 我方認為微學位課程的定位蒙糊 學歷認證資格成疑 加上香港對微學位課程的認受性成疑 收讀過後都未必被僱主接受 對香港青年人而然難以提升競爭力 所以今天 限量變題標準在於 究竟在對微學位課程不清晰的前提下 微學位可不可以符合到香港青年的未來發展呢? 今天我方反對變題原因有二 第一 學位認受性存疑 要提升香港青年競爭力 自然需要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給青年 但微學位課程在香港認受性低 課程並未納入任何的資歷架構 正如科啟學院有限公司聯合創辦人 劉光力指出 現時科啟學院的微學位課程由於未納入資歷架構 所以課程的認受性會較為輸涉 當課程認受性低 雇主不接受 青年變相難以就業和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 正如工作推薦平台 上市董事總經理李中興都指出 本地傳統企業仍然考慮持大學學位的人士 修讀微學位的人士反而會篩走 反問有方 當企業和僱主不願聘請 香港青年競爭力又如何提升呢? 第二 阻礙青年多元發展 青年競爭力不僅局限於一個範疇 根據青年事務委員會發表的香港青年發展指標研究指出 構成青年競爭力有七個指標 當中配合未來變化能力 一項講求青年的多元知識 國際視野外語能力等 希望未來的社會可以有更多的通才 但微學位課程就只是單一集中在一個行業身上 根本無法令青年從中學習其他方面的技能 亦難以應付想發展其他行業的青年 做不到通才的重要特色 最後 反問有方 當微學位課程長遠而言 符合不到培養通才的目標 配合不到社會的需要 又如何提升競爭力呢? 多謝各位 發言時間為3分18秒 接著到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自由派出台上位變員 向反方主變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接著反方主變有1分鐘時間準備 然後1分鐘時間作答 所有在時限到達前的15秒都會有一丁提示 叮 夠鐘則有兩丁提示 叮 你接著下來就會到反方自由派出台上變員發問 和正方主變回答 請評判留意 前者你們分數次序的時候 反方分子第一格 其實是依照發言前二句 是說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好 現在先請正方自由派出位變員向台上發問 1分鐘時間準備好 請你去鏡頭試意 可以 謝謝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 我們可以見到 匯豐銀行貿法局電信營波 很多這些大公司都肯請這些讀了微學位課程的人 或者是會優先請他們的 假如微學位真的沒有八八五個青年進步 提升他們競爭力的話 那為什麼今時今日這些大公司都會請他們呢 謝謝 預備時間開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丁丁,准备时间结束,请反方主便回应,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请亮镜头示意 可以 丁丁 有方同学问这条问题是基于有方对微学位的不了解 因为微学位课程其实是认受性低,不让香港雇主接受 虽然你接受了,但是他们的能力并不广泛 到头来都是白费功夫,反问有方,你们如何保证同学在 读完微学位之后可以成为一个通才,迎合了社会未来的需要呢? 多谢各位 现在轮到反方公辨,请反方自由派出会便员向正方主便回应 请反方公辨,请反方公辨 请反方公辨,请反方公辨 大家好,今天有方婆说他可以有些,譬如说滬丰那些人可能会请这些人 但是问题是,你所说的,或者有方主便说是一些市场应用 但是问题是,微学位课是否包括了市场应用? 先看回原来科啟学院所说的,原来都没有包括市场应用 市场应用的话,可能是要读其他相关的科目 才可能是读有关市场应用的 有方同学想问你所读的微学位,究竟做不做到你后中所说的市场应用? 多谢各位 议备时间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汉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知道 决心戏目 那边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知道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边 准备明镜 我们知道生长 rede面 丁 丁丁,预备时间结束,请正方主便回应。 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让镜头示意。 有方同学,我们今天讲的是微学位可以帮香港青年市场 在市场里面投身社会的需要,有方同学的资料有谋误, 微学位的课程里面是包括让青年去投身这个社会 可以学习到实物性的事物, 还有微学位学院的老师最少有五年的工作经验 可以令他们去学一些比较实物性的东西 还有微学位过程是紧贴这个创科的知识。 如果青年去读的话,就可以应用到在现实的生活里面 因为现实生活正正是需要创科这种行业。 香港现在已经很落后,所以如果要追上国际的地位的话, 就一定要让香港青年去学习汉科。 谢谢各位。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请政方比一负便。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准备好知名的镜头事件。 都在这边。 试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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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密。 首先想来淋入一个问题。 刚才就有一个一个问题。 刚才有一个问题没有政府的资历架构, 难保这个责架, 但其实香港没有政府的认证, 其实无法補出, 而且就如汇丰这些大的银行都要去扯一些有微学位的人, 其实证明了微学位有一定质素。 然后我刚才有提及香港市场是不长远的, 我想說有關同學你的視野不要那麼客奈 其實香港有創科這個趨勢 國際方面也有這個趨勢 其實我們見到香港和國際都有這個趨勢的時候 如果有關同學要反對 那就要證明以上兩項都是錯的 第三 剛才有關同學說到他沒有僱主認可 但其實好像我們剛才有說到 好像匯豐、貿法局這些都願意去請這些有讀微學位的人 香港的情況其實已經算是未補給 但是在未補給的情況下 仍然有這麼多大公司願意請他們 那為什麼有關同學還會有有關同學所講的白費功夫呢 那又關正題了 其實講到競爭力 首講其衝就是老闆 老闆要什麼請不請你 就是反映競爭力的其中一個指標 根據科技學院的資料 有四成人因為老闆不滿意才讀微學位 事實相反反老闆都希望員工可以做到貼、專、快 即是夠貼士、夠專業、進步、要夠快 但是因為全球化、網絡化、加上經濟轉型和政治風等種種挑戰 經營環境會不停地轉變 而微學位正正就是教授貼地市場資訊 進修專業知識 而且快修得完成幾種課程裏面 第一,夠貼士即是貼地 微學位教授的浪漫相比大學理論為主 微學位更加注重實際應用 貼近職場所需技術 就例如前端程式開發 數據工程開發等等 第二,夠專業 根據科技學院的資料 修讀人工智能以及程式設定微學位可以學到基礎 網站編寫、網站伺服器開發以及後端程式開發等等 聽起來簡單 但其實建立一個後端不僅需要設計數據庫 編寫的邏輯、接口、儲存空間和分析 更加需要掌握雲端技術 而這些專業技術正正就是老闆所需要的 第三,進步派即是舊身 現在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科創紀元 如VR技術、Uber、大數據、密聯網等等的技術和概念 並不斷推薦出身 並廣泛應用於各行業 若然不跟上就只會被淘汰 而在行業方面 科舉學院指他們畢業生從事的行業極為廣泛 例如金融業、製造業、領餐業、旅遊業等等 正正證明了每一個行業都熱中運用創科來開拓客戶群體 提高服務質素從而提升生意額 給一個例子大家 就連業的證明金融都已經推出了智能儲存計劃工具 不像以前需要用人手足夠輸入和機箱 所以說現在這個世代誰獨得更貼、更專、更快 就能夠提升自己意志和人比較的競爭力 投身於各個行業符合老闆的需要 而在工業4.0底下 誰更有效地掌握創科、資訊和技能 誰就能夠考驗其他人提升競爭力 最後想說是有關文學 現在香港的創新排名這麼低 如果我們再不努力增加創新人才 香港只會有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慢慢變成一個落後的地區 我們現在不創新等何時呢 多謝各位 發言時間為3分05秒 接著是反方第一副辯有3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範 是示米示米 兵 主席評判、助席各位 大家好 概括有方堂兩位辯源的發言 其實今天有方堂都只是換湯不換藥 有方的立場只是多了東西讀 可以培訓青少年對於創科的認知 所以就是離大於弊 只不過現在不少的大學 其實都有提供相關的課程 例如中大有提供人工智能課程 成大有提供數據科學課程 一樣學到微學位的東西 更加何況微學位是 不受到資歷架構的認可 而傳統大學有的時候 想問有方同學不是讀有優勢 沒有人認可 怎樣提高競質力呢 就算退一步講 讀完有沒有人請都是問題 微學位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於他不受資歷架構的認可 代表讀完之後都不一定能夠被相關行業聘請 亦都不一定有僱主去保證 例如軟件方面 微軟就要求受到資歷架構的認可 在電腦軟件工程方面的 本科、碩士、博士、畢業生 所以就算讀完都根本不會有 開發軟件或者人工智能的企業聘請 所以某方同學連機會都沒有的時候 還談何競爭呢 而某方同學犯了以下兩大錯誤 第一,某方同學說全球有7000萬人 去讀這個微學位 所以說這個一定有提升競爭力的作用 但某方同學先搞清楚 香港的情況和全球的情況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類比呢 我們現在看到 原來在香港的情況下 原來他不受到一個資歷架構認可 僱主看到的時候 其實並不一定會請這些讀了微學位的人 第二,某方同學說他可以在短時間之內 就可以讓學生掌握到人工智能方面的知識 但微學位的課程短時間做到 但現在的證書課程一樣做到 所以某方同學口中的微學位課程 和現在專業證書的課程有什麼分別呢 另一方面,這些證書的課程 在資歷架構認可 雇主認可你的微學位課程有哪一個認可呢 更何況當青少年要轉工的時候 他沒有一個學士學位 但他又給了錢去讀你的微學位 對他們來說是否得不償失呢 在此各位,某方同學說 人工智能或者創方 是未來的大趨勢來 所以讀完就可以提升競爭力了 只不過未來絕大部分的工作 都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 所以未來我們不僅要跟其他求職者競爭 更加是要跟人工智能去做競爭 而不是只是控制人工智能那麼簡單 有見及指發展人工智能做不到的事 例如說創意思維、藝術相關的範疇 才可能跟人工智能競爭 但是微學位是專才 缺乏全面又如何做到創意思維 跟人工智能競爭呢 再者,微學位課程本身都很缺陷 參考科啟學院所講述的微學位課程內容 只包括網站編寫、伺服器開發、前端後端程式開發、數據工程這五種 缺乏了傳統大學不會教授的通用技能 微學位連科目都未全面 又如何跟傳統大學競爭呢 更加何況他沒有全面的科目教育 將來要轉工的時候就會遇到困難 減少了職業的流動性 最後想問有科學 有科學說原來匯豐會請這班人 但問題是當一個有受到之力架構認可的童母 誰會被人先請呢? 多謝各位 發言時間為3分12秒 接著去到正方第2負面 有3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現 可言 師妹 首先今天我多謝一班友方同學承認未來是需要創科的 回答一班友方的疑問 大學教的只是電腦科學 而我們科啟學院教的是程式設計 首先5到6年才可以完成一個大學 但是未學位只需要13週 而Udacity只需要6到12個月 將研究成果轉化 相反是需時很長的 故認為企業是創新的主角 他計算外國企業會掌握某方面高中技術 例如波音掌握飛機的航空技術 最好的消費者接觸 不是大學教授而是企業 這句話是由鄭國漢說的 而認界畢業生整體最低平均生點是民憑市相關是大約1.1萬元 最高的碩士或者以上的畢業工程 相對平均生都只是17000多元 回答回我方同學的問題 我方一副已經說了在香港之所以微普及不受政府認可 不是質素不好 只是因為暫時來說是微普及消費不受影響 參考其他國家 我們看到其他國家是認可了這件事的 用回實例和有方同學解釋 一些大機構好像匯豐、貿發局、電信營福 都已經請中或者優先請這堆 以上的企業表現可以反映到微學位的質素 而我們微學位是有九成的就業率 是兩萬的起來是受到僱主的認可的 微學位是專的 實用三分鐘比大學的理論好 用回剛才解公司的例子就可以證明到這件事 有方同學香港是沒有創科市場 那不是更應該要增進其他知識嗎? 有方同學目光狹窄 其實現在創科是全球的趨勢和需要 香港的需要 香港政府更加出賣基金和支援 稍後我會在這方面再解釋 還有各行各業已經都需要這件事 我等一會也會再解釋 所以有方同學要證明不成立 首先要說為何不跟國際趨勢 還有為何香港沒有需要 還有有方同學就說小僱主認可 只是在香港未抱及 還有已經有些大公司 好像我剛剛說的茂峰 茂峰和貿法局和電信營科都已經優先 以及正在請這方面的人才 還有有方同學你說時間短難吸收 其實讀的東西當然不重要 重要的是讀得更加簡潔和專業 來到21世紀進入科創幾月 來到這個連食飯都可以用手機程式挨握 用自助點餐系統各單的時代 但數據密聯網這些專業技術 已經開始廣泛於各行各業日常生活之中 令創方已經成為整個時代所需的技能 全世界關於大灣區和香港 都決定落總管轉型創科 先講香港 根據創科及多技局的資料 正在2017年 於2017年創科創投基金 多謝各位 發言時間為3分11秒 接著是反方第二副辯 你要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親近鏡頭示意 可以 主席、評判、照著各位 大家好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很盲目的 只是不斷在說微學位有多實用 有幾短時間就可以讀到 但是微學位在香港 認受性低這個問題還未解決到 企業和僱主又不願意去聘請 但有方同學就偏偏不肯去比較 有方同學更加從來都沒有正面回應過 源於有方同學都知道 現時微學位的課程 並未立入資歷架構 也就是說當你用了幾個月去讀這個學位 但到投離證書都是沒用的時候 僱主看完都可以不認受 照不請 不僅提升不了競爭力 還要浪費了金錢和時間 讀了一個沒用的微學位 要青年這樣做又是否值得呢? 再者 今天有方說 因為創科是未來的趨勢 有很多地方都會用到 所以微學位有利提升青年競爭力 但等等 但有方同學等等 單單一項的創科 是否就可以概括整個香港的未來發展呢? 更何況我們看到微學位其實只是專才 只是學到有關專科的東西 而如果學習的範疇只是這麼單一化的話 在香港這個多元化的社會 又可以怎樣提升到 香港青年人的競爭力呢? 再者 各位,微學位在短期方面 看上去好像比起四年的全面課程 更加有工作效益 但有方同學要明白的是 要找到可以提升香港青年競爭力的方法 絕對需要有長遠的成效 但現在微學位認受性這麼低 根本就幫助不到青年去繼續升學又或者進升 究竟微學位的存在 冤意於現時香港來說又有用嗎? 相反,從宏觀而言 其他大學的課程更加有助青年的基礎發展 除了有認受性高的證書之外 還有更多的學習資源範疇又或者援助 令青年可以全面提升自我 從而去做到多元和通創的發展 最後想問有方 提升競爭力就是為了可以找到工作 但找到工作 但找工作的時候 雇主可以不承認 照不請的時候 晉升的時候又用不著微學位 那又提升了什麼呢? 多謝各位 發言時間為2分20秒 現在進入到台下發問的環節 每關都有兩輪發問 正方可以先爬位台下發言 有1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你在鏡頭示意 Yar 去嘴數 評判就說大家好 我們一次一次的提出認受 一些大機構認可微學位不業生的例子 而有方就一次一次充以不問 我們講香港電信營科 貿法局、匯豐這些大企業大機構 都願意拼請入空一次一次都不理 我們聲稱 只是一邊聲稱他們不會認可 日後沒有提出實際例記實際的數據 請有方提供數據 另外我們見到微學位目前有九成的受益率 起身是兩萬 還高過碩士不劫生的一萬七 為什麼有方認為 會主不認可微學位呢 多謝各位 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請再次請 請進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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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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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掌事大家好 今天有方堂問說原來有些大機構認可 例如滙豐銀行這些 但是有方堂你要先搞清楚 但是為什麼你現在要讀滙豐銀行 但是為什麼你要讀一個微學位 可以教授一些人工智能 或者人工智能這些範疇 而不是讀一個商業的機構 所以今天有方堂問說 你要搞清楚的是 今天微學位根本就不是 讓你讀一些商業的課程 更加重要的是 今天有方堂說我們沒有給例子 說哪些機構會不會請 很明顯有方堂根本沒有聽清楚 我方發言 我方一副的時候已經說得很清楚 例如說 微軟 這些是發展軟件的行業 就是不會請這些 微學位沒有受資歷架構認可的課程 所以某方堂 原來投身這些正規的行業 就是微學位想做到的事 原來它根本沒有人認可的時候 有方堂問你的微學位還要做什麼呢 各位 現在輪到反方 可以派出一位台下便員發問 準備好請你們發言之意 是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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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評判還有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主便已經和大家混淆試聽 一開始他們說香港的微學位課程 是包括市場、人力資源和金融課程 不過其實上述三個範疇的課程 全部都是微石試課程 不是今天變台所說的微學位課程 甚至實際上有多少人讀完微學位之後 有人請的數字 我們都不知道的時候 請問同學 先和大家搞清楚資料 甚至退一步 就算微學位課程 真的可以協助香港微農創科發展 但現在市場上有大學、學位、副學士、文憑和證書課 全部都有政府認證的資歷架構的時候 想問有方 為何一個範疇窄 沒有認證 定位不明的課程 反而會比其他課程更好呢 請下方同學正面論證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提答給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已經有四成本請中讀讀未學位的人 其次有方同我認為不在資理架構 發表不上認證 但其實因為大公司已經請了 只不過未普及 我們今天見到未學位的老師質素有保證 方程質素有保證 為何讀了還提升不到請有方證人 預備時間一分鐘開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醒주세요 再一次,大家好 方eg莫知性的質素呢 如果貼的質素是一定有保證的時候 為甚麼不屬於 character agreements? 更加重要的是今天有方堂仍未弄清楚 如果你要投身汇豐这些商业行业的时候 为什么要他读微学位而不是读一些商业的课程 另一方面,今天有方堂仍未弄清楚微学位和微碩士到底有什么分别 微学位是另外一些机构,譬如科啟学院 它是提供,而不是一些大学提供的微碩士课程 所以两者根本是没有一个关系在这里 凡是有方堂仍未弄清楚,所以有方堂仍未弄清楚 要跟我们釐清,当微学位没有被认可 一些微学位真的用来做的,譬如人工智能 或者软件的行业,例如我刚才提到的微軟 根本是没有人认可的时候 有方堂,你的微学位实质作用在哪里 现在轮到反方派出位台下便宜发问 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请你发言 是米,是米,叮 主席,评判,还有,各位大家好 有方三位辩元都承认微是何位的课程 是香港演示并不普及 但如果不普及的话,香港青年读完 又如何提升竞争呢?有方堂不论证 甚至有方堂不断说汇丰于大公司会请人 但请多少,由谁去表明一定会请人 当中的规格条件是如何? 有方堂不解答 所以有方堂认证性只是由方堂自己说出来 況且今天我方承認創科要發展人才,但不一定要讀微學位課程 就好像僱員載培訓局提供的虛化鏈知識及應用證書課程 只是為期24小時都是讀微學位課程的東西的時候 甚至這個課程原來有第三級的資歷架構想讓我方同學 今天現在有這個課程的時候,甚至比微學位更好 為什麼不是更貼近市場需求呢?多謝各位 正方,準備時間開始 請多謝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请准备 回应有一分钟的时间 有帮同学准备好了吗? 是麦,是麦 有帮同学今天照顾你们的理论 是不是我读完小学,我读完中学 我就可以出来找工作呢? 不是的,今天有帮同学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 在香港未普及的情况下 才会不受认可,而不是等于质素不好 参加其他国家,其实他已经认证了 还有有方和我们说的实例 是大企举、汇丰、贸法国 是因为他们读了这个过程 相信他们才会聘请他们 以上的企业其实是表现到 反映到微学位的质素 第二就是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 是有九成的就业率 两万元起床 是高于一个碩士学位 出到来工作的人 是受到雇主的认可 还有有方同学 现在老板需要的是专贴 我想说话 有方同学 入美学位就是正正做到这个 实用它 分分钟其实是比大学理论好 跟刚才带公司去 就可以证明到这个 有方同学 有方同学其实在很久之前 手机都不批击 是否不批击 发言时间结束 现在是结变准备时间 有一分钟 是不批准吗 两人爱情 我会发现 知道什么 就要是否要 这位结婚 在哪一个程度 发现 发现 我会发现 預備時間結束,現在先請反方結辯作總結,你有4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你去發言事業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請有方同學搞清楚微學位是不等於微碩士,還有有方同學剛剛完全沒有交代到大公司的那些細節如何進行 香港人講求靈活多變適應力強,不會那麼容易被同一件事物去局限自己的想像 如果今天微學位真的符合到上述事物的要求,那為什麼有方同學不提一下實際數字,說一下香港青年有多大動機去修讀微學位課程呢? 今天有方同學說,微學位課程的特性就是在於舊濃縮,可以讀到一些最實用的知識,對於未來工作上可以有最大的幫助 所以就覺得可以幫助到香港青年去提升競爭力 不過我們從何時開始,竟然是將讀書的要求變成覺得越濃縮,越節省時間,越工理化,越好呢? 何方明白書是沒有辦法讀得完 但是怎麼都應該有基本的底線,而不是一味至剛級實用 就將課程不斷剪裁和壓縮 現在我們看到的微學位課程,我們可以知道少了些什麼 但是當中讀多了些什麼就沒有人可以解答到 為什麼這種變相股趨公理掛稅的讀書手段,是否真的可以提升香港青年的競爭力呢? 就算今天有方同學說,讀書為求將來出路和實用性是非常合理 不過現在在香港提供的微學位課程幾乎清一色是說創新科技為主 我方明白,現時創新科技在現在這一刻發展大趨勢 但是,為什麼這類微學位課程到現在都還不可以納入政府的資歷架構裡面 甚至連老闆都還是覺得大學學位是比較優勝呢? 而且,創新科技的發展趨勢是否可以一直保持下去,根本就沒有人可以保證? 還記得,香港的科技事業在2000年曾經興起過 當年很多人爭取入大學讀電腦相關的課程 不過隨著科蒙古爆破,很多人大學畢業後都找不到相關的工作 如果讀微學位課程的香港青年日後再次遇上相同的問題,請問對他們未來的競爭力有什麼保障呢? 就算今天讀完未學位課程,真的可以找到創新科技相關的工作 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到他們讀完就不用再讀其他東西先? 如果讀完未學位課程,和你實際工作後發現和其他讀完大學的人是有差距 那你變相就是要再花時間去讀更多的課程 即是變相,你花的金錢和時間只會比其他人更多 當日你以為可以走一條捷徑,令到你可以舒服一點 但最終的結果只是輕鬆一時、辛苦一世 其實又是不是真的值得呢? 當你日後希望升職,又或者轉去其他地方發展 最終都是需要讀原有的學士學位,甚至是碩士學位增值 為什麼當初選了一個錯的方向去發展,反而還是有辦法幫助到香港青年年來的競爭力發展呢? 除了各位,世界的發展趨勢說變就變 如果要真正提升到香港青年的競爭力 最關鍵是要提升他們未來的視野,對於不同事物都願意作出嘗試 就算我們是選擇讀書,也不應該一味追求濃縮 凡是以短期回報作為優先考慮 當今日社會已經在講邪光族,不應該是滿足於某一個工作模式 反而是要講求多重的職業向導 這個又是某一個這麼濃縮的未學位課程可以應對到的呢? 多謝各位 發展時間為3分51秒 最後是正峰,劫便總結 你有4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你發展遲宜 致敏 有方聽 其實未學位在香港是沒有政府認證未加入這個資歷架構 只不過是因為他未補及,而不是因為他質素有問題 而我們都可以見到,有方都覺得很少香港僱主 是會認可一些未學位課程的學生 但其實我們已經提出過很多次 匯豐、貿發局、電信、營光這些等等 他的大公司都願意請他們 但是現在其實在香港的情況之下 這個錯誤未補及的情況之下 都有這麼多大公司願意請他們 那為什麼有方覺得這個還是很少呢? 比賽去到最後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 今天無論是評判你還是我 在座各位其實都是香港青年 陪伴著香港一起成長,一起發展 今時今日出家吃飯 再不是以前的叫事應樂單 而是自助點餐 買單的時候都不是再用現金 而是用電子支付 回到家都不用自己再開燈、開電器 而是有智能家居 面對著時代急速發展的步伐 一切一切由創科主導的大環境轉變 其實大家都有目共組 既然是這樣和香港青年 為什麼我們不看廣點、看長遠點 作真正詳細的考慮呢? 今天有方說 今天有方說 一個大學微學位在香港的認受性實力太低 其實逐語都說萬事起頭 今天微學位在香港未普及 是否真的等同於沒有用呢? 我們可以提真些 其實微學位早已經在十年前 由美國公司Udacity創立 至今在全球已經累積超過五百萬位學院 這樣就已經足足證明它是有需要和有吸引力的 而今天微學位學的 是更加聚焦更加鐵盤市場需要 發揮了不同範疇 例如創科、金融等等 可惜由我方主編那種全場 有方言對此不聽不吻 不肯面對微學位的確能夠應對持久需要的現實 疫情當到 昨天港行由炒了二百五十個人 我開始擔心 究竟我出到社會之後 可不可以運到工呢? 在今天各公司 各老闆都在追求緊貼磚塊 在數更高的員工底下 青年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就更加重要 今天我去讀微學位 可以更加貼近市場資訊 讀的更加是專業範疇 而時間根只需要六個月 可以更貼、更專、更快 受到老闆影響、找到工 為何就不是提升了我這個青年的競爭力呢? 想投職網站找工 看到無論是銀行、投資公司還是政府工 都有各相同的要求 就是需要創科知識 各國最新的智慧數碼城市 白皮書指出 本港多大六十四個巴士的企業 反應在聘請具創科知識的人才方面 遇到困難 而今天微學位就可以給我們實責 受到也是業外行家的教導 作為一個有實戰經驗和相關知識的青年 就正正可以滿足到今天香港各企業的需要 對我又何嘗為一件好事呢? 可能去到這一刻 有方心中都好像在想這個人太傻了 這麼早就在規劃 只會是陶禄員工 但在我眼中這些是未與尋謀 無論是政府近年的施政報告 大灣區的發展規劃干擾 創科都是作為發展的核心 提供動力給香港的經濟火車頭繼續纏狠 明白青年可能會抗拒回大灣區發展 但確確實實這個是一個發展機遇 就算不想留在香港還是出外地 其實創科都一樣有需要 美學位也會正正開論我們掌握創科新機遇 配合時代發展並勝出全球競爭 時代的句論是不會停下來的 只會繼續向前轉 科技訊息慢變發展的變化妄測 既然是這樣 今天美學位對香港提升青年競爭力大 你的理由大過於貴 因此今天變成必想成立這個位 發展時間為4分11秒 比賽來到這裡就告一段落 我們將會與評判有些聯絡處理分子的問題 但在把握時間 我們都會在評判填完分數之後 逐一請他們為今場比賽給一些評語 讓大家等一等 在評判,提 thrown回我 更多的議員 都會很輕易 為何收視頻 對於明星期間 就會等於五月 最高的議員 失敗 希望她們可以回答 解決我覺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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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没有自己本身的发展有优势的产业 所以在这些位置我觉得这个推论就不太足够了 另外,反方也同样有这个问题 反方有些很奇怪的说法 他说现在社会其实是需要通财的 通财就是需要创意思维 你读微学位就是一个专才来的 专才又怎样做到创意思维呢? 这个好像是一意乎的说法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专才就做不到创意思维 就是没有这个创意思维的技能呢? 所以我觉得这些逻辑上面要讲得清楚一点 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今天双方资料的运用上都是不清晰的 其实今天正方有些资料我觉得是挺有攻击力的 单问题是你没有了一个sauce告诉我 我觉得你的攻击力其实是弱了 例如说你有讲过,譬如电信营科、贸法局 以及汇丰都有请读了微学位的人 那我会想知道到底他们是本身已经有一个大学学历 或者他是常时学历再加一个微学位 导致这些大公司会肯请他 还是他单纯读微学位,然后这些大公司就请他 就是这些会请的学生,这些会请的员工 到底他们是什么背景会令到这些大公司请他 是不是完完全全因为他读了微学位,所以加分加了很多呢? 所以这些就要讲清楚了,还有就是 我会想听到一个sauce,譬如会不会是说 汇丰哪个高构发展经理这样说过,他说 啊,我们很体重这个微学位的,如果你读了 我就会加分很多给你了 那如果这些位置有一个sauce可以说出来的话 是会攻击力比较强的, instead of 我只是听到一些大企业的名字,还有大企业会 优先请这些人,但是完整的一个picture 展现不了给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正方用资料上面比较可惜的位置 同样对反方解释的逻辑都会有一些令我 困难的位置,例如反方很强调就是说 这个 这个 是 是 和微学位的分别,但是我听了全场到最后 其实我都不太知道两个当中有什么分别 那就是我觉得反方在解释的时候 没有给到一个很清晰的picture 给评判,所以到最后你浪费了很多picture 去解释这个位置,但是也是 解释不到的,另一点就是 反方其实在前场 或者中后段都有一个位置,我觉得是 听错了的,就是 正方一开始是说,微学位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因为 传统的高等院校,例如大学那样 着重在理论的 而微学位呢,就着重在市场应用的 而他说的是市场应用,不是一个市场应用的科目 而他说的是 微学位会招聘一些业内的人士去做港师 所以令到他 可以多些教那班学生如何 apply to the market 那我想 正方是在说这种市场应用 instead of 反方一直强调他们说的 或者是怎么用到市场应用的学科 所以我觉得这个分别是 反方一开始会听错了 导致到台下都依然在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今天双方都有 一些论迟得不清楚的位置 要怎么去改善呢? 就是最重要就是 资料要给资料来源 对于一些要解释的概念 其实是要再具体一点 清楚地解释给评判听 另外 最后就是 我觉得正方有一个矛盾 都是全场都未解释到的 就是正方说 为什么今天微学位 不在资料价格面呢? 是未普及的 未普及最先不受认可 但是为什么不受认可 但是你所说的 香港大公司又有这么多人 肯爭着聘请他们 而且那个 应聘请人的率是高到九成呢? 那你又说到未普及 但质素好 那为什么质素这么好 又不会普及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个有鸡鲜 有蛋鲜的一个逻辑 就是你说到质素这么好 我读完之后 其实出来的 薪金还高过我一个 畜业毕业 那为什么不是很多人 爭着报呢? 为什么不是全世界 都勇去报 然后政府见到 很多人报 所以我给资料价格来 所以这个位置 正方的说法 就只是一句 现在未普及 所以不受认可 但是背后有很多逻辑 都是没有解释到的 同样地 都是呼应我前面所说 我觉得今天双方的逻辑关系 要解释得更加清楚 那么我的评语大值 那么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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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有请 陈彦恒小姐 为我们做一些评语 谢谢主席 听不听到? 谢谢主席 好 好 首先说 不好意思 因为今次做家的YF 有点问题 所以我可能会就着 双方的比较平台 论证和资料 运用度 给一些意见 比较平台上 其实刚才一位评判也有说 我觉得双方今天的比较平台 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正方 不好意思 其实今天正方的比较平台 正方对于微学位的出现 其实我会觉得 是在一些有了大学位的学生 然后再读微学位 所以可以提升竞争能力 但是反方说的比较平台 就是 他们本身没有大学位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 我认识到的陈彦恒 是为什么今天他们没有大学位 但是为什么他们学了微学位 这个课程又突然会被人请 我觉得今天正方 双方都没有很好说理 究竟你们比较平台的对象 是哪一班学生 但是譬如说 我会想的就是 正方 如果你今天的比较平台 譬如说 你解释的资料是 为什么那些人会请人 或者是 为什么会请他们 去担任匯豐 或者谋法局 你说都是这么强大的时候 我会去听多一点点 就是 究竟你请的那些人 是单纯只是因为 德国微学位 还是因为 其实本身已经有大学位 因为其实 你们本身 正方有个资料 他说到 就是一开始主编的时候 的资料就是 有四成的老板 就嫌他们 不够资力 所以就叫他们 去读 所以 是不是那些人 本身就有大学位 所以读完那四成之后 就可以保得住 工作呢 我觉得这些资料上 这个比较上面的位置 可以更清楚 相反反方也是 如果你的反方 是这么确实 就是说 你今天微学位 是完全没有用的 你只要大学位 已经足够了 甚至其他课程 也可以 我觉得反方 可以问尽一点 就是 其实正方 你说到 微学位是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的时候 其实 如果你说到 紧贴市场 他主打是快 和短时间 其实正方 是不是长远来说 甚至乎觉得 不如用微学位 去取代一些正规的课程 会更加好 因为更加快 和市场追逐更加好 所以我觉得 反方也都可以在这方面 上线上线 即是上线上线 如果你们可以 这个立场就是 因为你们都完全否定 微学位的存在 然后去到第二点 就是论证上面 我会先说反方 我会觉得反方 一开始听下去 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 反方去到主线 就是主变到后期的时候 我就会立刻想 我觉得反方 有一个循环论证的问题 就是反方主变 就是由主变到结变 一直都是打了一个论调 就是说 因为现在没有资力架构 所以就 不好了 就等于没有办法 提升竞争能力了 我会想的就是 其实 比如说 如果问学校 应不应该开始辩论队 或者是 学校 政府应不应该做 标准公事 那反方论证 就说不是因为 现在没有人讨论 或者是因为现在 很少人去 就是很少人去 很少人去 认受标准公事 所以就不要 但是我会想的就是 为什么是循环论证 就是因为 现在有了这些新兴的东西 所以你去讨论 就是究竟 这件事未来 是否适合成为大趋势 所以我觉得 反方在主线上 有少少 循环论证的感觉 因为 现在没有 所以就等于是闭嘱 但辩题就是在讨论 就是 当这件事出现了之后 究竟我们是要 如何去承认它的存在 所以我觉得 反方在 主线立论上 有少少少循环论证 但因为 正方没有指出 所以其实 我也没有特别 扣太多分 在主变和劫变的内容上 而反过来 我觉得 正方讨论的内容上 我觉得 某程度上 是挺大怒的 不过我会觉得 正方可能想说的话 有些可能太窄 可以尝试再放远一点 就是因为今天 反方不停说 你没有资力架构 但其实没有资力架构 你也会说 其他课程都有影响 例如 外国的课程 已经是有资力架构 我会想的就是 为什么说窄的原因 就是 香港的青年人 要提升香港青年人的竞争力 我会想的是 是不是他们只能在本地 运工才能提升 他们的竞争能力 如果那个人 在外国读了微豪 然后在香港 所说的 汇丰 贸法的运工 他就提升了竞争能力 他又有资力架构 认证 又有 他的课程又有 公司的资力架构 认证 然后又可以 升任那份工作的时候 正正就是做到 反方想说 又有资力架构 又帮到人 所以我觉得 正方可以尝试 把光谱 开拓一些 就是 不单只是讨论本地 因为 反过来 我会想的 就是 你都会说 全球7千万人 都已经在读 我当然觉得 不是为别人在读 我们要跟 但是 如果有7千万人都在读 我下一步就会问 就是 当你找一份工作 你去竞争者 从来你的竞争对手 都不只是本地人 你都会有其他 世界各地海外的竞争者 其他竞争者 有这个学位的时候 和你自己也没有这个学位 那你香港的青年就会输 别人又有在外国读完 然后又可以竞争得到 然后你今天 不鼓励香港人 不鼓励香港青年 读微学位 其实在 反方的立场下 其实 你们可以去概念 就是说 其实他都不单只是在香港 其实他反对了 一切微学位的存在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为什么 跟其他竞争者比 别人有读 外国有认证的课程 和我香港没有读 认证的青年人课程 那个落差会这么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 政府可以尝试把利处 庞大一些 就可以做到利弊比较 而反方刚才 我先做了循环论者 那个位置 就是我觉得 去到后场 我觉得内容推论上 是比较单一了 因为 基本上 我去到一辅 就是开始 其实之后的那些位置 都是说 没有认证 然后就说 创科 不是尊财 不是通财 等等 但是没有内容上的推进 所以我觉得 反方可以试一下 多些内容上的推进 接着到第三点 就是 资料运用 最后资料运用 其实 刚才庭库都说了很多 我会觉得 其实今天 正方的资料 是比较多一些 而且 都挺强的 例如 我觉得 有时候 可以再尝试 发挥资料的攻击能力 例如 反方是这样质疑 你说 没有资力架构 然后 读完都没有用 浪费时间 浪费心机 就当它是真 为什么 还会有这么多人 读读呢 如果你说的是 这么没用 那为什么那四成人 会花这个时间 就是怕被固主研究 再读 读完是有好的成果 我觉得 政府可以尝试 因为你们还说 访问了 要怎么去运作 整件事 我觉得可以尝试 将这些数据 可以扑大一些 例如 你说到 起床点的问题 我觉得 又可以解释 就是 原来我读一个微学位课程 读完 就是因为有技能上的提升 所以我那个薪金才可以有相应的 更加好的进升机会 这些位置 又是可以去比较 就是 如果你说得这么差 但实际数字 你又不看 你只是说 没有资料架构 但是 没有资料架构 反映的就是 人工是不停地上升 进升机会是不停地上升 我觉得这些位置 可以再进一步 去善用你们的数据 反方也可以善用 他们的数据 但我觉得今天 反方的资料 略嫌 就是 比较单 一些 我大概听到的资料 就是微软的资料 然后 就是说 你说不愿请人的资料 也有听到一些 但问题就是 我想知道 就是 微软的资料 是 说的是 要碩士 或者其他等等 不同的课程 我想问一问 微软是否说明 就是不请有微学位的人 还是怎样呢 或者是 其实微软也是看重的 就是 可能他们 我觉得可以尝试 是 要不就把资料 就可能是具体的去说 就是 为什么他不请微软的人 就是因为 一副有两个说到的 因为微软 是要一些 高深一点的 云端的技术 就是我不太清楚 但是 今天微软位 你就要告诉我 就是微软位在学习的 其实是很皮毛的 或者是 我觉得尝试可以多些 就是 其实 他说到一年学的课程 就等于 已经可以蒸好整个范畴 其实看上去的时间上 未必是太合理 我觉得 可以想想 就是 当人家要四年才分析整个课程的时候 对比起一年的鸡精版 就等于你学完所有东西 那你就可以去 比较一下两者的质素 是的 那就是 少少认识 谢谢 谢谢 接着呢 我们有请李成章先生 和我们给一些评议 韦韦听得清楚吗 谢谢 谢谢 前面两位评伴 其实都说了很多 就是关于自己的运用 或者一些推论上 我可能回到基本步 我觉得大家去思考一条问题的时候 就是可能 就是 就是大家今天双方 就是犯了那些问题 都是 就是 就是源于大家对于 美豪在课程本身的背景 或者定位 可能 就是拿捏得不太够准确 那么可能 Group 3 个 就是今场 其中一些比较大战场 那第一个就是 大家一开始的时候 会比较去拗 就是说美豪这种课程 其实针对的行业 或者最有利的 是在哪些行业 会发生呢 正方就是说 科学 数学等等 这些应用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如果发挥得大些 其实是可以解释到很多 为什么你们觉得 美豪特别有一个 有个edge的这个论调 因为首先 譬如它是 行业可能更跌得很快 资讯很快 变成在大学的学位里面 可以掌握到一些 一些业内的更新的资讯 或者一些知识 技能也好 未必那么全面 那么 当反方不断跟你说 其实是要拍大学学位 可能是CU 也有教人工智能的课程 什么时候 除了这个本身 和你们所说的对象 有点不符合的这个论法之外 其实你也想想 它的特性就是这样 如果你要输出一些 STAM的知识 就是很难透过大学这种 课程框架是比较制后的这种结构下 是比较能保证这个特性 所以这个就是 帮助你去守一点点自己想说话 不会被对面不断去问这件事的时候 你会解释得到 如何教它这么特别 第二个就是慢慢开始 大家去咬资力 认受性的东西 我也欣赏正方 你们不断的 很符合自己找到的资料 但是一个资料 特别是这些 纯粹是有人请的这种资料 说四个位置 其实是有少少闷的 去到后面 其实这个资料已经不够备到 怎样可以说多一点点 其实我觉得你直接可以想 当帮方去质而知力架构 这种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你甚至乎 你打理大学 你可以让一些给他 去到后面 就是说 知力架构本身都不是无敌 不是全面 它本身可能会有制合性 它可能有特定的门栏环定 就是对某些正书型的课程是特别 因为他不是一个大学位 他就算读东西好帮助到行业 就算留下了资认架构 也不代表什么 反而是业内的人士 或者行业 如何看待这种正书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HSBC 或者是电讯营科的例子 反而结合 就是说 原来这件事是反映到 它的生酬上面 反映到 比如我们找到资料 去说原来HRA是如何看待这件事 就是找到一些权威的人士去说的话 甚至乎立立的知力架构也不重要 因为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都认同 不知道为什么 知力架构就没有纳入了 可能是因为知力架构 会不会有特定的门栏 课程会有什么时数 或者如何限制 令到他这些证书 这些微学位的课程 没有那么容易纳入 所以其实我觉得 不用太在对面去问 知力架构这件事 其实有更多的说法 是可以奉你自己原本有的材料 是可以处理到 第三个关于微海的定位 其实就是对象问题 刚才蓬佩也有说过 究竟是在目标什么人 这个论点上 我的判断 其实我自己觉得 正方一开始 其实都在主面上有提出过 就是可能 你们有说到一些进修 我听到进修这个字 我理解就是 例如本身读了书 甚至乎是在職人士 他要去增值 或者老板觉得 我们要学一些新的东西 以前Java不够用 可能要学Python 这样的时候 他去读这些东西 其实这个对象 我觉得正方一开始 很交道清楚 反方去追问 觉得 那为什么你觉得 原本的学位课程 或者原本的石市 学位课程 不足以去应付 学业的需求的时候 可能你就要加多一句 或者是 要想一下 如何包装 这些石市学位课程 就算是进修的时候 我都应该先选择 选择学位课程 不要选择尾 因为我觉得 反方给我的感觉 其实实质的闭嘱 就是学位课程 要讲得多一点点 就是正方说了这么多 其实行业有认可 如何的情况下 孤密论论 他的论证是 粗不粗粗 但是别人有讲的时候 我觉得反方 是要用多一点力去解释 为什么你觉得行业的声音 是蓋过我们常理去判断的东西 可能我们常人会觉得 读完试试正正的MASERDV 感觉是更适合 但是会不会是 譬如阻职人士 我的理解 可能在事业上星期 你要缺了份工 才可以去英国读石市 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在这里 所以我的理解 在课程本身 他的出现就是 目标的观众就是 想一心二用 又上学 又去读课程 去修修 甚至乎想转下事业跑道 他原本未必是 读民主科技出身 透过这些重量的课程 可以帮助他 建立多一点 可以转跑道的一些基础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 我觉得正方主变的时候 碰到这些的时候 我最后判断的标准就是 在反方去打这些的时候 究竟正方还有没有论点的残疑 如果有的话 我的票就会落到正方 如果反方 我自己就觉得 对于正方去解释一些论证的时候 始终是有所欠缺 如果反方是 问到一些比较核心的东西的时候 我的票就被反方 我的评论就是这样 双方都感觉到 有很多努力去准备这场比赛 辛苦大家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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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三位评判的评语 今天比赛结果已经有了 我现在公布赛果 首先会是最佳辩论员的奖学 今天最佳辩论员为 反方第一副辩周俊迪同学 恭喜 至于今天的赛果就是 正方得票为一票 反方得票为两票 本位说话今天胜出比赛的 反方九龙同学中学部 恭喜 今天的比赛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